我安撫她而已 只不過在那一刻對我來說 有甚麼重要得過她的命 有甚麼重要得過她的健康 這個世界任何事情都沒有重要 就是家人最重要 男友介紹這樣 一齊晚上出來喝飲品的認識 我們半年就結婚了 尋尋明明的可能 很明顯她是撿到一件筍東西 覺得不要被她逃脫 今年很不幸 Shirley在年中確診罕見癌症 而紙薄9月又不獲效力了11年的TVB續約 你給難關我不要緊 你不要堆在一起 你給我逐樣處理會否好一點 一次堆在一起 有時真的太短時間 很難去應付 女生大家都知道 她的異用很重要 最初期化療時頭髮很大 家裏周圍都是頭髮 我經常要趁她看不到時 我跟她撿了頭髮 我不想被她見到 最心痛是 看到她的化療副作用很厲害的時候 我又幫不到她 她一尾只是 又說這裏痛又說那裏痛 我看到是很不舒服的 太太受病魔折磨 公司又不跟她逐約 但林子博並不介意 只是希望太太可以健健康康 很多人都有問過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很捨不得 其實我真的沒有 我不是對這間公司沒有感情 而是我已經習慣了 我很清楚明白 這是我的工作 你不會相信你自己是一間公司 打勞 除非是政府工作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只不過我的感覺是 糟了 怎麼跟老婆解釋 因為當時我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 我在想怎樣跟她解釋 因為我不想把負能量帶給她 因為她已經很負能量 我不想再把這些消息帶給她 但無奈你一定要讓她知道 因為說完之後 我都知道她忍不住了 其實我已經做好工作 告訴她 不用怕 我也有一些獨立人去接 我可以幫人做一些活動私人 做一些其他不同的事 我又不是沒試過 當是工作少一點 但我有多點時間陪老婆 多點時間陪自己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未成為一件壞事 我經常都說 有什麼重要得比家人 是剛剛過去的冬至 林梓博在網上分享喜悅 太太Shirley已經完成花了了情 希望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每一秒 人是要有經歷才會成長 去到很重要的關頭時 你才發覺 金錢工作名利真的這麼重要嗎 其實你是會有一些體會的